你们有听过,冥想可以帮助减肥吗? 冥想并不能本身能减肥,而是它能提高你做出决定的能力 它可以不直接改掉你的坏习惯 The Path的创始人Dina Capron表示 这并不意味着你静静地坐着病期望体重减轻 而是说冥想能够帮助人们戒掉坏习惯 所以它对减肥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冥想能够让你以自己进行一切深切的交流 我们在很饿的时候直接想的就是吃东西 一位冥想者就可能会实行冥想 用更好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行为 每个减肥者的饮食过程中都会有所感触 导致自己肥胖的 其实是饱了之后多吃的那几口 之后往往会开始埋怨自己的滋空力 什么操纵着我们的行为 是大脑 所以健身先健脑 此缘不假 怎么样让我们的大脑提高决策力呢 能让我们放下筷子乖乖地去运动 冥想一定可以帮到你 来听听Sara N. Stewart的故事 Sara是一位减肥专家 年轻时是一位专业的模特 她尝试过各种的减肥方式 癌饿 服用歇药 疯狂运动 最后她成功 用节食的方式完成任务 再十年减重七十磅 比自己的预期还要多 可是故事的绝集是什么呢 她最后被送去急诊室 在医院她被告知 如果她再不做出改变 她就会死 经过多年的破坏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Sara说 这次的经历给她人生最大的转折 她后来成为了一名 经过认证的健康教练 每天用着健康的饮食方式 并练习御家 后来她接触了冥想练习 她才真正懂得自己的身体 不仅仅是体型 这些外在的东西 从这之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 体重一直降低并稳定下来 不仅仅是她一个人 她的许多的客户也在冥想的练习中 体重减轻并保持稳定 冥想能够让你真正的和身体联系起来 感觉你的身体真正需要什么食物 经过冥想 我们会逐渐偏好那些纯天然的食物 使去那些菌菌 味道好的加工食品 那么要如何练习冥想呢 冥想可以在你走步 睡前中午休息时都可以进行的 我们一想到冥想 通常都会想到莲花做事 安静的环境 其实并不是 我们刚开始 可以每天只练习五分钟 或更短 或者甚至想办法 用正念冥想和其他活动结合起来 如洗碗 冲凉 或在街上散步 每天最好 在同样的时间进行冥想练习 零星的冥想练习 不会强化你的大脑途径 你需要固定的时间进行冥想练习 去改变深层意识指导下的行为 最后 我们要耐心的等待 我们的行为改变 不会一夜发生 我们冥想时间越长 你就会更多的意识到 它怎么样影响着你的生活 也许 你会无视一个让你感到压力的批论 或者意识到你实际上不喜欢甜品或蛋糕 因为它让你昏昏欲睡 并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 现在 请观看下一个影片 我将带领您进行一次专门针对减肥的冥想练习 是的 谢谢 znaj 我们隔晚上 放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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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